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三 租赁变更的快捷处理 刚才给您讲了 从租赁变更的快捷处理 一直到我们本章的最后 有一些内容有一定难度 但是不是说每一个点都具有可考性 有一些内容我会跟您讲直接跳过去 有一些内容我会跟您讲 可能是涉及您的 就是涉及的给您拔高了 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需要取舍 有些内容可能面比较广 它的可考性大概只有一两个点 我也会明确的给您讲 是哪一两个点您需要注意的 我们先看相关的理论部分的分析 租赁变更是指原合同条款之外的租赁范围 比如说我原来租1000平米 现在改成2000或者一个更少的一个面积 租赁对价 原来我每年100万租金 现在改成一个更多会更少的一个租金 租赁期限的变更 原来我是一个五年合同 现在变成了一个更短或者一个更长的时间 包括增加或终止一项 或多项租赁资产的使用权 延长或缩短合同规定的租赁期等 租赁变更生效日是指双方就租赁变更达成一致的日期 好我们先看一租赁变更作为一项单独租赁处理 其实这部分的处理很简单 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您现在单位有1000平米写的楼 由于单位效率比较好 您扩租了1000平米 等于现在您租2000平米 新扩租的这1000平米 按照您合同变更日市场的供应价值 来签署的相关协议 修改了这个合同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说白了就是桥归桥路归路 原来老那部分您该咋处理咋处理 新的那部分视同于一个新合同处理即可 好我们先看相关内容 后面结合例题给您做分析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承租人应将租赁变更 作为一项单独租赁进行处理 该租赁变更通过增加一项 或多项租赁资产的使用权 而扩大了租赁范围 二增加的对价与租赁范围 扩大的单独价格 按该合同情况调整后的金额相当 说白了就是桥归桥路归路 老人老办法 您吸引人把它做一个新的处理即可 我们通过一个例题 给大家进行相关知识证的梳理 承租人甲与出租人乙 就2000平米办公场所签订了 一项为期10年的租赁协议 在第6年的年初 合同正好执行一半 甲和乙同一对原租赁合同 进行变更 以扩租同一办公楼内 3000平米的办公场所 扩租场所 于第6年的第二季度 可供假公司使用 增加的租赁对价 与新增3000平米办公场所 当前试价相当 这句话很重要 说明什么 您老人老办法 吸引人新办法处理就行 我们再往下看 扩租折扣反映了 乙公司的节约成本 也就是说 若将相同场所 租赁给新客户 乙公司将会发生额外的成本 比如说营销成本 我们看这个题的分析 这个题相对而言 还是比较简单的 包括这个支持点 其实也不是很难的 我们先看 本例中 甲应当将该变更 作为一项单独的租赁 与原来十年租赁 分别进行租赁 各式各的事 相当于这个平行线 原因在于 该租赁变更 通过增加3000平米办公场所 而扩大范围 并且增加的租赁对价 与新增使用权 单独价格 按该合同情况 调整后的金额相当 这是提感给您的 因此 在新租赁的租赁期开始 第六年的第二季度末 甲公司确认于 新增3000平米办公场所 租赁相关的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贷债 甲公司对原2000平米 办公场所的快据处理 不会因为租赁变更 进行任何调整 各式各的事 当然考试考刚才那种情况 概率很低 为什么它太简单了 各式各的事 我们再看二 租赁变更 未作为一项单独的租赁处理 这部分有一定难度 可考性上来讲 让您做那么大的 复杂的分路 我觉得概率基本没有 那么您跟着我 稍微的听一下 这部分的相关知识点的意思 您知道 在租赁变更之下的 一个基本会计处理 一个原则 把握一个支持点的一个掌握就行 不用考虑计算 也不需要考虑过于复杂的一个会计处理分路的内容 好 我们先看相关的概念 在租赁变更生效日 承租人应当按照有关租赁分拆的规定 对变更后的合同的对价进行分摊 按照有关租赁期的租赁规定 确定确定变更后的租赁期 并采用变更后的折线率 对变更后的租赁付款额进行折线 说的好笑啊 待会结合例题 您把那几个例题看懂就行了 以重新计量租赁贷债 再计算 租赁变更后的租赁付款额的限制时 承租人应当采用剩余租赁期租赁内含利率 作为折线率 无法确定内含利率按照什么 变更生效日的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作为折线率 说的好绕 我们待会结合例题给您看 您能够把例题看懂了即可 这部分的文字可考性不是很高 好 我们先看相关的概念部分还没有完 就上述租赁负债调整的影响 承租人应当分以下情形进行相应的处理 以租赁变更导致范围缩小 比如我原来租2000平米 现在租1000平米 或者是租赁期缩短 比如说我原来是租5年 现在改成租3年 承租人应当调减省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以反映租赁部分终止或者是完全终止 承租人应将部分终止或者完全终止 租赁相关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简单的跟您说一下即可 您有这个概念 比如说我是一个6年的合同 到了第二年的年末 我是不是还上线4年 我们修改一个合同 改成什么 我们到了第二年年末 合同不是还4年吗 我们修改成这个合同 只执行两年 那么在只执行两年情况之下 和我当然执行4年 我账上的省钱资产和租赁负债的账面金额是不同的 您看啊 这种情况之下 我是不是原来在租赁期这开始 什么开始 租期开始 租赁期开始啊 在租赁期开始的 我是不是在账上需要确认 省钱资产和租赁负债 到了第二年年末 我是不是省钱资产和租赁负债 我该贪贪该折该折折 我账上是有一个什么 账面是有一个贪完折完 那个账面的价值 这个账面的这个金额 您看到了第二年年末 由于我合同修改了 比如我修改成两年了 我如果按照在在第二年年末 按照一个两年的一个修改后的 合同来算我的 省钱资产和租赁负债 是不是和我在原账面 积额比会有一个差 因为我原账面 是按照六年计算的 我已经贪了 或者已经折了这两年了 是不是还剩下四年 那么现在我视同于什么 租赁变更之后 把它作为一个新合同来看待 还有一个两年 按照两年 如果作为一个新合同 是不是我要再算 我账上的省钱资产 和租赁负债的账面金额 和我原账面金额 那一定是小了 为什么 因为我原了四年 现在我剩两年了 我按照一个两年算一定小了 他的意思就是 由于我小了 账上的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 作为什么 作为把那小的那部分 就两个嘎差 作为什么 作为一个处置 当然这个差 会有一个什么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它两个处置金额会不同 为什么 因为使用权资产 是按照平均年限法谈 而租赁负债是按照什么 按照实际 后期按照实际利率法谈 因此两个的金额 在第二年末是有差异的 那么你把两个有差异的金额 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那个差 做什么 做一个处置 处置会产生一个什么 两个的借贷不等 这个借贷不等 你把它作为一个 资产处置损益来看待 我们后面会结合立题 给您讲相当的质量 您先大概有这个印象即可 换句话说 我如果是缩短面积 后面有立题 或者是缩短这个 我的租赁的时间 那么缩短之后 我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合同变更之后 和我原账面 剩余的那个金额 会有一个什么 这个差 这个差相当于是什么 把它成为一个处置的概念 当然这个差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两个的金额不同 那么在账上会产生一个 资产处置损益的科目 当然会结合立题给您讲 好我们继续看 二 其他租赁变更 这部的内容是今年教材新变化点 成都人应当相应调整 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什么意思 比如说租赁变更 导致租赁期缩短至一年以内的 成都人应当调节 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部分终止租赁的相关利得或损失 记住资产处置损益科目 且不得改按短期租赁 进行简化处理 或者是追溯调整 这段话有点绕 我简要的还是给您画一个图 还是按照刚才那个六年跟您说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原谅我 我这个画的没有那么的平均 那么还是我们到了第二年 我们合同进行一个修改 原来合同不还剩余四年吗 我账上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该折折该摊摊 在第二年年末是不是有一个账面 一个余额的概念 那么到了第二年的年末 这个时间点 我的租赁期改成了只有一年呢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原来事务中有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修改为一年 认为短租 那么我账上的省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全部的予以终止确认 短租这一年支付租金的时候 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这是原来第一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 就是我刚才给您念的 他认为什么 他认为由于我的合同本身 修改为三年 而不是构成一个短租 因此到第二年的年末 我要考虑什么 我要考虑如果我这个合同 是三年的合同 我的账上的省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账面价值还剩多少 那么原来我是按照六年 是不是到了第二年年末 我账是还有四年的账面 省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那个账面余额 那么我如果认为是一个三年的合同 我的账面余额是多少钱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是像刚才讲的 是从一个短租 把我未来四年 我在账上剩的那个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全部都做中文确认 要保留这一年的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您看处理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什么 这种情况就不是 一个短租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第一种情况 和第二种情况 虽然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文字 有点绕 但是它的会计处理 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不怕烦 我再给您念一遍 您好好的给我掌握 谁让是今年新增的 谁让实务中 一直有争议 谁让财政部 在去年把这个问题明确了 谁让这个点 很可能纳入今年考试呢 所以说我不嫌烦 再给您念一遍 您跟我一块过 那么成租人应当相应调整 审判资产的账面价值 例如租赁变更 导致租赁期缩短为一年 刚才说 如果说一个合同是六五年 到了第二年的年末 我合同修改为还有一年 成都人应当调减 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部分终止 不是完全终止 部分终止租赁 相关的利得或损失 计入资产处置损益科目 也就是说我账上 是同于一个三年的合同 我已经贪了两年 我账上应该剩多少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那么把什么 把其他的我账面 那个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减少的那个三年 我再给它们截转 截转有一个差 计入资产处置损益 您掌握好这个大的原则即可 其也不得改按短租 进行减划处理 也就是说 到了第二年的年末 虽然只有一年 我合同变更之后 您不是把我账上 所有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账 账面那个金额 全给我截转 不是的 要保留那个一年 这点很重要 提醒您 好 我们通过两个例题 给您进行相关支点的树立 13至19比较简单 后面那个例题 有一定难度 我们先看这个 成都人就5000平米的办公场所 签订一项为期10年的租赁合同 年租赁付款额为10万 每年年末支付 租赁内涵利率无法确定 采用的增量 借款利率为6 到了第7年的年初 合同执行了6年 还有4年 成都人与出租人同意对原租赁合同 进行相关修改 即将合同租赁期延长为4年 还剩4年 延了4年 那整个是多少 是8年 每年的租赁付款额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从第7年到第14年 后面这个8年 每年还是这个10万 那么成都人在第7年的年初 增量借款利率为7% 谁让您延长期限 之前给您讲的 一般理解延长期限 就会导致什么 我的增量借款利率发生变化 是同意什么 新签署一个新合同的意思 好 我们看相关的 我们这个题的解答 在修改 在修改生效日 成都人基于下列情况 对租赁负债重新计量 租赁期剩余几年 8年 10年年租赁付款额 按照7的年利率 租赁变更后的租赁负债为59730 这是给您已经算好的 您别算 那么租赁变更前的租赁负债 也说到了第6年的年末的时候 还剩下346510这么个数 那么成都人 由于我是增加了我的租赁期限 那一定是增加我账上的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两个嘎嘎之后是增加数次 我就直接给它放进来 因此这个题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由于它是什么 由于它是未作为一项租赁处理 由于它增加了什么 增加了我的使用年限 因此你需要视同于一个什么 视同于一个没有执行完的 那个剩余四年 再加上新的四年 作为什么 作为一个新合同看待就行了 和我原来账面那个剩的那个值 两个嘎嘎 增加一下 调整一下即可 因此这个题难度并不大 好 接着我们继续看案例13-20 这个案例有一定的难度 虽然有一定难度 但是并不要求您对这个题的计算 需要非常的明白 并不需要 因为我们考试不考计算 主要是考理念 那这个题掌握到一个什么深度呢 这个题啊 您掌握好它的基本的处理原则就行 并不需要对于每一个细枝末节 都那么的较真 好 我们先看这个题相关内容 成租赁与出租赁以义 就5000平米的办公场所签订 一个为期十年的租赁合同 年租赁付款额为十万 在每年年末支付 假无法确定内涵利率 那当然是用的增量减赁利率六 相应的租赁负债和省权资产的初始 确认金额为七十三万六 七十三万六等于是每年十万 按照年金限值算一个 我现在在出在租赁期开始日 应该确认金额 这是我们题干中第一页给您的相关的一个背景 好我们再往下看 在第六年的年初 一个整个这个合同是十年 第六年年初等于是执行了一半了 贾和乙同意对原租赁合同进行变更 也就是说从第四年的年初开始 将原租赁场所缩减至2500平米 原来我们题干给您的是5000平米 等于是我减少了一半的面积 这是题干给您的条件 在什么时候 在第六年年初等于您的合同已经执行了一半的时候 您由一个5000平米缩减为2500平米 每年的租赁付款额调整为6万元 这是什么意思 您不是缩短了2500平米吗 那就意味着您还有2500平米 您不是在未来的五年 您还要继续租吗 这未来的五年 您还需要继续租的这个2500平米 和租金从十除以二 十除以二是怎么来的 提干中给您的十万元5000平米 那自然五万元是多少 是2500平米 因此剩余的2500平米的租金 从5万调整为6万 提干给您的信息 成都人在第六年年初的增量 借款利率为5% 这个点啊 就是我们这个题啊 虽然我的就是年限上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我需要按照一个新合同 在第六年年初考虑其增量借款利率的变化 这个点关于增量借款利率的变化 我后面写一张文字 告诉你为什么变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那么折限率的变化不作为考点 我都没有讲不作为重要考点 我讲的是不作为考点 我说的是折限率的变化不作为考点 我并没有说折限率这个赤点不作为考点 因为去年研考考了 刚才给您讲了 好 我们看这个题的相关分析内容 在租赁变更生效日 第六年的年初执行了一半 假公司基于下列情况 对租赁负债进行重新计量 一剩余五年 二年租赁付款额从五万 就剩余这个两千五万平米啊 从五万调整为六万增加了 另外一个是从一个新合同 作为按照5%进行折限 好 我们看相关的相关的一个计算 这个计算 您回去可以自己算或者不算 数字没问题 我们看 主要看相关的会计处理的原则即可 据此 计算得出租赁变更后的租赁负债为多少 二五九七七零 怎么算的 您不还剩两千五万平米吗 每年不是六万 六万元租金吗 还五年吗 新的折限率吗 算出来之后是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你先记着 干什么事 我们待会结合分路跟您说 假公司应基于原使用权资产的 部分中值比例 什么意思 原来我不是租五千平米吗 现在我是不是租两千五了 那么两千五百平米 您账上所对应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您是不是账上有这么有一个余值啊 因为你也贪了五年了吗 这个余值我要作为什么 我要作为一个条件来处理 等于是这两千五百平米 所对应的账上您那个余值 要做一个什么 要做一个处置 我们看相关的内容 假公司基于原合同资产部分中值比例 来确定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条件金额 在租赁变更前 原使用权资产的账面金额为36.8 这数哪来的 提概中给您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73.6 是我原合同向下 在租赁期开始日 我们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账债的账面金额 现在由于我已经贪了五年了 而我的使用权资产按照平均年限法 因此我剩余的金额是36.8万 这里面有一半需要怎么样 相当于一个处置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半面积不再怎么样 不再租了 相当于是处置 剩下一半 你需要考虑什么 原合同向下 账面那个金额 和我新就是新的 修改了我的每期的租赁负款额之后 我新的应该确认的租赁负债 两个比较 调整我原来还仍然租的这个2500平米 账面收入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的账面金额 总体思路是这个 好我们再看 原租赁负债的账面价值为多少 账面价值为421240 这个数是哪来的 这个数不是还有10万吗 您不是还有5年吗 您不是按照原租赁的这个利率吗 算是之后 如果我合同啊 一直执行的情况之下 在第5年年末 或者在第6年年初的这个时间点 我的租赁负债账面应该有这么多的利率 您会可以自己算 那么当然 由于我处置了50% 就是这个50%的面积啊 我不再租了 相当于是我账面上 剩就是我账面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要按照各自50%的金额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终止确认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因此在租赁变更生效日 第6年的年初 假终止确认 50%原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这是什么 这是对应的 终止这个2500平米的 并将租赁负债减少额 与使用权资产减少额之间的差额 26620 为什么有差额 因为你的使用权资产 是按照平均年营线 而你的租赁负债 按照实际利率法 因此两个在第5年的年末 那金额一定是不等的 作为利得 记住当期损益 其中租赁负债减少额 2110620元 包括租赁负款额的减少 这是什么数字 这个数字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您的 还有五年吗 每年支付5万 这个2000万平米 算出来之后 等于是有一个25万元 一个原值的概念 我们再看啊 以及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当然是两个 嘎叉了 等于39380 再说一遍 相关的这个计算 我对您不做 重点要求 我们主要待会看分路 好 我们看啊 甲公司终止确认50% 就是2500平米 账上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由于我账上终止确认所对应 虽然都是50% 2500平米 但由于我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我的账面价值不相等 为什么 再跟您说 再跟您说最后一遍 使用权资产是按照什么 平均年限 租赁负债按照什么 实际利率吧 因此在第五年年末 俩一定不到 那么两个嘎叉之后 进入资产处置损医 这个科目 那么提醒您注意的一个点 是什么 我先讲完这个题 我再提醒您 更好 好 我们看啊 此外 您不是还剩余了 那个2500平米吗 甲公司将剩余租赁负债 210620 与变更后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259770 刚才那个提干给您讲 给您算了 重新算了一个数字 差49150元 相应调整 省钱资产的账面价值 相对是什么 您不是还剩下 2500平米吗 这个2500平米 您需要按照什么 按照一个新的租赁 算出来之后 由于您每期支付的租金 比以前多了 所以说您需要考虑什么 您剩余的这部分 省钱资产和租赁负债 和按照您 剩余的这部分 做一个新合同 计算的省钱资产和租赁负债 两个账面 嘎叉 嘎叉之后 封加你账上的 水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这个账面金额 它是这么个逻辑关系 那么在讲这个入路三文之前 我不怕麻烦 我继续给您对这段文字 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讲解 这段文字 因为太重要 太可能那是考试了 所以我讲完了那个题之后 让您有点印象 我们再看这个文字 我们看 例如租赁变更 导致租赁期 缩短至一年以内的 比如说是一个六年的 还是刚才那个事 您这次能不能听懂了 六年了 到了第二年的年末 我租赁进行了变更 变更是什么意思 我的租赁期 我从剩余四年 变成剩余仅仅一年 你看行吗 成都人应当调解 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部分终止租赁 相关利得或损失 寄入资产处置 损益科目 企业不得改按短期租赁 进行简化处理 或者是追溯调整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账上 到第二年年末 我是不是账上 有一个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 那么您不是说 把这未来四年 全都给我处置 嘎出这个差来 作为资产处置损益 像刚才那个提示的 不是那样做 这个题可能会这么问你 全部的做 是您在支付这一年的时候 按照什么 按照短租 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不是呀 它要怎么 怎么处理 要部分终止 您假设这个合同 是一个三年的 那您在账上 上多少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 那么您在终止 终止确认 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的时候 你只是把这三年 所对应那个比例 给我终止就行了 它讲的这段文字 就是我刚才给您解释的 一定记住了 不是百分之百 您在第二年年末 账上的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 您百分之百的处置 然后嘎出那个差来 走资产处置损益 不是这样 您要给我留一年 您应该保留的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那么和您现在 第二年年末 原账面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那个差额 怎么样 您在作为资产处置损益 您说我这次 有没有跟您说清楚 这个点很重要 提示您做认真的掌握 好 我们看一个相关的 给您的一个介绍 这个介绍 对您考试 我再强调一遍 不做要求 我讲的是不做要求 就怕您刚才跟我一块 过了一个今年的新增考点 心里有点不踏实 有一点惶恐 那么这个内容 您可以直接探过去 听下一段 对您考试 没有要求 不受影响 好 我们看这个内容是什么 本例中 在未改变租赁期的情况之下 这个例题改变的是什么 我有50%的面积 不再租 另外什么 剩下的50%的 2500平米 租金从5万 调整为6万 在租赁变更后 采用修订后的折线率 进行折线 但这个问题 去年学生有疑问 他的疑问点就在于 时间没有延长 就是他的期限没有延长 为什么折线率有所变化 要作为一个新的合作 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问的挺好的 考试再说一遍 不涉及 直接跳 之所以折线率变化 是因为租赁准则规定 在计算变更后的 租赁付款额的限制时 承租人应当采用 剩余租赁期限 租赁内含利率 作为修订后的折线率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成租人在变更生肖日 计算变更后的 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以重新计量 租赁付债时 其处理结果 是将原租赁合同 未履约部分 与变更部分 作为在变更生肖日的 一个新合同处理 您不是有面积吗 也有金额吗 那么你把这两个因素 都考虑之后 放在一起 作为一个新合同 因此租赁付债的 重新计量 是采用变更生肖日的 折线率 对剩余租赁付款额 的折线率的限制 也就是说 在这种租赁变更情况之下 理论中需要对 折线率进行调整 不再使用原折线率 这是一个背景介绍 再强调一遍 这部分内容 对考试不做要求 好 接着我们继续看 三 短租和低价值 这个点在2020年考古相关的考题 今年教材有变化 而且那个变化点 我觉得可考性比较强的 因此这个内容 希望您做认真 重点掌握 低价值相对次要一点 主要是短租 因为低价值 那个低 一般事物中都很难做到 所以说您这部分内容 以短租进行重点复习 好 我们先看相关的内容 对短租和低价值 成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它的意思是什么 在老的租赁准则之下 如果是经营租赁 我讲的是老租赁准则 是经营租赁的 一般来讲 会计处理是借相关的成本 费用的科目 带一个银行存款 或者带一个负债类的科目 那么对于 构成短租和低价值的 也可以按照原租赁准则下的 经营租赁准行会计处理 好 我们看短租的具体定义 短租是指在租赁开始日 租赁期不超过12个月的租赁 这叫短租 这12个月 包含购买选择权的租赁 即使租赁期不超过12个月 也不属于短租 去年啊 我就说这个地儿要考 结果这个地儿果然考了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年我们教材 这段增加的文字 这段增加的文字略有晦涩 我会后面结合 几种可能的考试方式 给您做进一步的梳理 我们先看文字部分 当成租人与出租人签订租期为一年的租赁合同时 租期一年就一定意味着短租吗 我们先说 不能简单的认为租期为一年 而应基于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判断可强制执行合同的期间 以及是否存在实质续租 终止租赁选择权 以合理确定其租期 那么换句话说 如果说你和合同啊 虽然是一年一签 但是你有实质上的续租 或者是终止租赁选择权 你就需要在我的租赁期开始考虑我的租期为多久 这里面给您强调一点啊 我在租赁期考虑这个租期为多久 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在每个在我合同期内的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我要怎么样 我要进行一个根据当时情况来看 我这个租赁期是否应该进行相当调整 这就结合到我们刚才讲的租赁变更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 我一年一签 但是我有续租选择权 我认为我会续租 那么认为我会续租呢 比如整个加一块 是一个一加四等于五年了 那么五年 比如过了一年 您实际上没有续租 这个续不续租 是根据我当时在租赁期开始 我做判断的 但是您在这一年到了之后 您没有续租 那么您就把您账上损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做一个终止确认就完了 嘎叉来走自然处置损益 像我们刚才讲的例题即可 因此这个在租赁期的这个判断啊 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是提醒您注意的 我们再继续观看 而应当基于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判断 可强制执行合同的期间 以及是否存在续租 终止租赁选择权 以合理确定租赁期 这是刚才结合 我刚才给您讲的小例子 您做掌握 如果历史上成族人与出族人之间存在逐年续签的惯例 我这项目中好多都是这种的 每次都是续签 每次都是续签 一年一年的签 一共签了 有一二十年了 或者成族人与出族人之间互为关联方 那关联方我就可以进行合同操作 按照一年一签来处理 我们再往一看 尤其应当谨慎的确定租赁期 企业在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后 确定租赁期确实为一年的 其他会计估计也应当与此保持一致 例如与该租赁相关的租赁赁改良支出 这个改良支出 我刚才怎么说 是不是放到长期待餐里 初始直接费用应当在一年内 以直线法或者是其他系统 婚论方法进行弹销 这个事啊 我结合我就是在去年年底 碰到的一个实际上 就实物案例给您讲 你可能会更好 我们有个客户是这样的 他合同的确实是一年一签 而且呢 你还不能说他要续足 因为什么 因为他在那个地儿啊 涉及到一个拆签的问题 政府随时可能拆 因此当时他那个合同呢 确实是按照一年那个短租来进行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他在这段期间呢 他进行了一个改良支出 他把改良支出这个钱呢 作为长期待餐 在三年之内定谈 那么这里面就产生一个逻辑矛盾 你既然是认为是一年一签 不构成什么 不构成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使用权资产入表 把它作为一个短租 那您为什么改良支出要三年呢 如果您按照三年就一定意味着你这个项目 怎么样你至少应该是三年的 那么这是给您讲的 它的逻辑上不应该产生这种矛盾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出使直接费用 您既然是作为短租 那么您没有损权资产入表 那您既然出使直接费用 或者你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或者你按照什么系统合理的方法 在一年之内进入当期损益 攀着进入当期损益 而不能产生双方这个逻辑的悖论 这是给您讲的 好我们通过一个提示 给大家进行相关支点的处理 再给您强调一遍 由于这个点今年的教材有变化 而且这个点目前实物比较热门 又不说来计算 因此可考性比较强 好我们看几种可能在题干中出题的信息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签订的一年期合同 未付有明确的续组选择权 但成都人存在重大的装修支出 比如我们指南里面有一个例题 他讲的是银行 由于银行的安保要求的比较严格 因此银行虽然是一年以前 但是它发生了重大的这种 所谓的装修或者这种安保支出 寻求替代资产的成本比较高昂 地址变更会引发重大的经营风险等 总而言之 这些情况作为一个理性经纪人 作为成族人而言怎么样 他一定会选择什么 一定会选择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阻力 此时短租会增加成都人有关装修支出 替代成本的损失或者重大经营风险 此时应当评价成都人租赁的期数 虽然我是一年一签 但是我需要在租赁期开始评价 我合理确定他的租赁的这个期数是多少 按照我合理确定这个租赁期数怎么样 在我账上作为省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入表 那您一定又问了 那么到了第一年的年末 可能我这个预计发生变化了 预计变化就按照我刚才给您讲的租赁变更 进行性的会议处理即可 好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们再看第二种 签订的一年期合同 富有明确的续租选资权权 刚才是没有 现在有 续租期间的租金相比 初始租赁期有着大幅度优惠 可能开始我这一年啊 租金呢比市场价值要高很多 但是未来的三年 我续租这个租金呢 比市场价值要低很多 那您说您会不会续租 其实是就是背着抱着一边沉的事 此种情况之下通常表明 如果不考虑续租期 仅初始租赁期 与初始租赁期间的租金单独看 对于成都人来讲是不经济的 你要把它合并成一个整体 才是经济的 因此你需要合理确定续租这个时间 好我们再看三 签订一年的租赁合同 富有明确的续租权权权 提杆中设置一些常见的激励因素 比如说租赁资产的地段 稀缺和重要性 比如说租赁这个房屋 所在这个地理位置优劣 所在地段或者是类似地段的房源 是否稀缺的 告诉您什么 告诉您这一年不是主要问题 他一定会续 成都人将该租赁资产的使用用途 是否易于取得资产的 你看他这个信息描述 提杆中一定会非常的明确的告诉你的 因此你答题那个点 就从我刚才给您念的相关的文字 那个事实的知识点给答 那么这里面再提醒您一点 提杆中这个一年 包括后面它是否续租 它的条件一定是比较明确的 你能够比较直观的看出来 好我们再看二 低价值租赁 这部分内容的可考性 没有像刚才讲的短租那么高 实际上对于低价值这个低 包括教材准则 都没有讲这个低价值的低 是多少那个数 这个数字啊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来加以什么 来加以制定 每个企业可能会不同 指南里面有一个例题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四万人民币 好我们看相关的提示 成租人的会计处理 给您做一个总结 租赁期开始 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当然前提是短租和低价值除外 初始直接费用 增量成本 反复给您强调这个增量 记入使用权资产的初始成本 资产的入账价值 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金额 减去以享受租赁基利的相关金额 再加上初始直接费用 再加上成租人相关的修复成本的限制 好我们再往一看 租赁负债 租赁负债等于什么 租赁负债是按照租赁期开始 上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租赁付款额限制计算的方法 内涵或者是增量 再给您提示 去年养考试题 考的是按照国债 不对的 应该怎么选值 两个 租赁租金的分摊 不直接分摊 未确认融资费用 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 计算租赁负债 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 记入当期损益或者是资本化 我们再看折旧 平均年限法既可以本月也可以下月 租入的资产减值 实务中现在目前有探讨 考试不会涉及 或有租金 发生时直接记入当期损益 这个点相对是比较重要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三 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我们先看一 出租人的租赁分类 出租人还是分为经营租赁和融租赁 成租人会计中不再区分了 所得税还区分 好我们先我们再看二 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这部分内容可考性不高 新旧准则变化不大 您如果时间比较紧张 直接跳过去 一出租人对经营租赁会计处理 一租金处理 在整个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 出租人应当采用直线法 或者其他系统合理方法 将经营租赁的租赁收款额 确认为租金收入 二出租人对经营租赁提供激励 比如说有免租期的 那么您不是活的一方 实际上背着抱着一边沉 比如说一个五年的租赁期 您前半年免租 不是那四年半您去年收入 而是怎么样 要把它按照五年这个期间 您配比的去年收入 这是给您讲的这段文字 您回去自己看一看即可 好我们再看三 初始直接费用 这个初始直接费用 新旧准则略有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的可考性不高 我们待会结合例题给您讲 我先给您念一下文字 出租人发生的与经营租赁有关的 初始直接费用 应当资本化至租赁标的的资产成本 在租赁期内 按照与租金收入相同的确认基础 分期记录当期损益 待会我们结合案例给您讲 折旧 折旧其实很好理解 您正常情况之下 您的经营租赁 您的固定资产或者其他资产 您该怎么折 您继续怎么折 该怎么谈 您继续怎么谈 好我们看 五可变租赁付法额 这都是跟成族人相对应的 成族人有可变租赁付法额 当然初族人也有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文字 初族人取得与经营租赁有关的 可变租赁付法额 如果是与指数或者比例挂钩的 指数或者比例挂钩 我们之前讲成族人的时候怎么说的 是不是要记入我们的使用权资产 因此一样 应当在租赁期开始 记入租赁收款额 两个是对应的 您既然成族人记入使用权资产和租赁付债 那当然作为初族人员 也是要把它作为租赁收款额 除此之外的 应当在发生时记入当期损益 跟成族人也是相对应的 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案例 给大家看一下 对于初族人处理 某房地产公司与甲 于2019年12月31日 签署一份写字楼的租赁合同 合同约定租赁期为五年 从2020年1月开始 每年租金100万按年付 且应于每年12月31号前支付 租期满 假公司需恢复租赁场地的原貌 好 我们继续看 该房地产公司将该租赁分类为经营租赁 题目中给您了 您就不用判断是融资还是经营 实际上融资还是经营的判断原则 新旧准则没有核心变化 并于2020年1月向房屋中介支付了 中介费用3万元 这是我待会给您讲的 可能新旧准则有一点变化的地方 该房地产公司在2020年12月31号 收到了假支付的第一年的租金100万 假定该房地产公司出租的写字楼 每年应计题折旧30不考虑相关税费的影响 我们先看具体的分路 那么第一年2020年1月支付的初始直接费用 这部分的费用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讲的成租人 审权资产入表 它的原则是一样的 由于它是一个什么 由于它是一个必要支出 因此现在修订后的租赁准则 它是这么改的 出租人因发生与经营租赁有关的初始直接费用 发生时应该先资本化 然后在租赁期间合理的分摊 这里面叫做固定资产等 也有些企业纳入长期待摊 就是其他的资产的科目 总而言之 这块的租金 你应该先怎么样 先资本化 二 2020年12月收到租金 借银存 带营业收入 这一步很好理解 那剩下就是什么呢 就是摊这个了 那么也就是说 假定房子想开发公司采用直线法 确认租金收入 初始直接费用 也应该采用直线法来经摊销 刚才那个资本化的 每年摊一个六千块钱 好我们再看四 租赁物折旧 提杆中给您每年计提三十万 因此您借其他业务成本 带一个累计折旧 三十把它放进去即可 很简单 好我们再看二 出租人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 实际上融资租赁对于初租人而言 就是一个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个融资租赁资产出表的过程 好我们看相关的内容 在融资 在租赁期开始 初租人应当对融资租赁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 并终止确认融资租赁赁 初租人对应收融资租赁款进行初始计量时 应当以租赁投资净额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 租赁投资净额为未担保余值和租赁期开始 上未收到的租赁收款额 按照租赁内涵利率折现的限制三分算 这里面要注意的一个点是什么 无论是对于出租人的融资性的租出 还是精神租出 从考试角度来讲 我觉得可考性都不是很强 主要是看后面那个转租赁 那块相对比较重要 好我们先讲一个入目三分 这个点啊我在这儿就是今年可能不会给您做过多的梳理 我想给您讲一下这个事什么 您回去相关的内容啊自己看 我待会讲为什么 我们看在一个和平会计报表中啊 比如说我作为母公司 我是出租人 我作为子公司呢是个成租人 如果是在和平会计报表中 母公司把相关的资产租赁给子公司 那么子公司如果说作为审权赁 入表 同时母公司只是构成经营租赁 如何经营抵消 或者是说母公司作为融资租赁 子公司作为审权赁 如何在和平会计报表中进行抵消 这里面有123 那么这部内容啊 只是限于提升您的水平 不做重点要求 因此我在这儿呢 也就不再给您多说了 您看一下相关的处理原则即可 书中这块遇到的比较多 这块如果要是内容要涉及啊 可能专业阶段考那个大题 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在中学阶段我觉得 您大概知道有这回事 看一看即可